不管如何 六祖所讲的 祂主要是讲自信西方 自信西方是什么意思啊 你自己已经就成就成为一个佛了 你所处的地方就等于是西方极的世界 你要关照自己 内在清净 外在清净 内外交测全部都清净 此时此刻 你就是如来 此时此地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呢 在家修行 出家修行 是平等的 只是他的制度 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今天这个日本 日本的这个镜像上师 日本的镜像上师 他因为 有一回 我看有两位上师在他的左右 都是出家人 那么他自己是上师 但是他是在家人 他坐在中间 我看了那个照片 我看了那个照片以后 我就不讲话 我看了很久 把镜像上师坐在中间 把旁边有两位上师 是出家人 坐在两边 我看了很久都不讲话 不讲话呢 我就把照片返给他 然后我就走了 我就走的时候啊 这个样子 那他祈求加持 我就轻轻拍他了一下头 哇 他通生是眼耶 他就知道师尊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他今天他就出家了 这个就是通生是眼 他有感应的 他知道师尊要他做什么 我没有讲啊 我没有讲他要他出家 我没有开口 说不定是连级上师多嘴 但是我没有讲 我确实是没有讲 他就感应到 其实有人讲 镜像上师 他长得不错耶 他五官很像那个 日本小姐一样 长得很可爱 很可亲的 她头发长长的 这样子 人家讲说他还不错耶 他能够把头发理掉 我们不能讲 你用一极棒 我们讲台湾一极棒 都是第一 any count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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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极棒 所有红华人员 还好 师母本身是不红华的 师母她不红华 你看我回来 我很尊敬师母的 我回来每一场 大大小小的 这个说法 法会说法 第一个称呼的 这个就是尊敬了 我尊敬她 我也尊敬她 这个平等平等 因为她是家妻 家妻 要照顾 大大师 全部 所以我尊敬她 她没有头发 我也尊敬她 她有头发 我也一样尊敬她 为什么尊敬 because it is heart heart is mind 她已经心出家 心里出家 她又没有出去红华 没有一些出家的上司 或者是坐在她的两边 她坐中间 她去说法开始 这样子 她没有这样子做 她永远就是 housewife take care的 tugula school的 everything的 walking 所以她真的 也是值得尊敬的师母 其实刚刚讲的 刚刚想讲的 就是这个 现在也讲 现在也是这样子讲 那么 也讲出来了 但是没有什么关系 你永远是 被尊敬的师母 那么我也是永远被尊敬的师尊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妈的被尊敬 我妈的被尊敬